各位朋友 各位同胞 大家 中午好 我现在在这里啊 在华盛顿这里 面对白宫 前面是白宫 面对这个 天地之间 这个 我再做一个补充 因为今天早上呢 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这个 智函那个 中南海 习近平同志的一个 一个简短的 一个录像直播 但是呢 效果不好 因为我第一个 在Facebook 脸书上 他因为我 这个议题比较敏感 所以呢 就把我给 停权了 就是把我给cancel了 就是没有发表出来 而我现在呢 只有录音 我录音呢 那个 我回放了一下 语言是比较清晰的 但是呢 大家呢 听起来可能会觉得 听过了也就完了 但是逻辑性 推理性 这个重复性比较差 我今天 这个 在以论门的形式 口出论门的 口出笔伐 这个论门的形式 把这个 法律论门 法律论门 第一个 它要求选题 大家记住 第一个是选题 第二个是 是证据和资料 提供的证据和资料 第三个是要结构 你这个法律结构是什么 比如说我提出的 不是一中一国两制 这个已经不能够解决台湾问题了 就是一国两制 就是邓小平说的 这个人民满意不满意 这个结构合不合适 一国两制在台湾 不能够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我就 这里我不去 暂时不去批驳 我提出的是 重新通过 法统台湾 然后呢 重新包装 就是台湾关系法 六项保证 这是和美国谈的 达成一致 有效接收 这叫解构 这叫解构 解构中美关系 然后解构联合国 解构联合国宪章 和2758号节育的关系 解构 台湾这个中华民国台湾 它是一个省 它是一个privite 它是个什么东西 解构 台湾的出路在什么地方 两岸和平的出路在什么 解构 解构什么呢 解构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主席习近平 他的一个 国家主席的权力 在职权法 来解构这个职权法的 有效性 和有限性 还有一个 这个就是说 一个2021年 完成任务的必要性 然后你连任 2020年你完成了这个统一这个大业 初步达成一个协议 以后治理台湾的时候 还需要你连任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以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华民国这个框架基础上 重新再 再直选 在全中国 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 当然那时候也可能不是两千三百万 也可能是五十万 或者是六十万 或者一百万 或者是不管是多少了 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 人民来选举你做 第三届 就是第三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华民国的国家主席 然后你还可以再做一届 就第四届 这样子你 刚才你现在的年龄 再做了两届 就是十年 也就差不多了 你也该 该让把这个权力交出来 让后面的 庞江后浪 那个推先浪 江山带有 那后来的 这个这个 接班人 来 来 来这个 治理台湾 治理国家 治理天下 你要相信后来者居上 后面的人 一定比我们更加聪明 而我们现在 习近平呢 昨天呢 在发表了这个一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团拜 在政协会议上发表了一个 跟政协会发表了 一篇那个讲话 也很重要 这个讲话呢 提出了两点 一个是港澳地区继续实行 一国两制 然后还有 十年二十年 还没有 现在是二十年了 还有二十年 才能够结束 这个二十年当中 在未来的二十年当中 如何来 是这个收尾 收官 今年是 习近平 第二个任期 收官之年 所以必须完成 这个时效性 这任务的紧迫性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大家看 取信移民 你必须今年完成 发统台湾这个 完成这个统一 国家必须统一这个任务 你说国家必须统一 国家一定能够统一 那么怎么样的来证明呢 那现在 现在这个 现在的军机导臺 这是一个前进的集结号 这就说明 中国台湾省 这主权 还掌握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手中 这就已经是 对全世界宣誓 台湾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领土的一部分 台湾是 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人民 有决心 有能力 能完成实现 祖国这个 法力统一 合法化 法统台湾 武力是说呢 设议作为保证的 执行法律的一个 坚强的保证 就像国家的权力 它是要用 专政机关来保证的 国家武警啊 养着军队啊 这个是暂时国家 组成的一个象征 然后呢 达到 如果这些东西 你不接受 我们就采用军事行动 因为战争现在还没有结束 现在还处于 两个人还处于战争状态 那么最后达到 以法统目的开始 安民告示 然后武力展示 武力示警 这个就是 就像明枪示警一样 然后呢 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 和平统一一个 然后一个和平治理 和平治理 我们就给出路 我们就给出路 给一部分 不愿意做中国人的 这个就尊重他的这个选择 他不愿意做中国人的 他 允许他就 这个为冤其余 为中区却 允许他走 这个走就是东渡扶桑 就像这个 这个中原大战 逐渡中原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私游 还有这个印第安人 然后东渡扶桑 到南美北美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给出路的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 就整个这个结构 我们叫做方法 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 这个什么 途径 然后社会责任 就是我们 对这些对愿意做 中国人的台湾人 有一个责任 就是帮助这个 中国大陆来 组建这个 将来共建家园 台湾这个家园 美好家园 而且土地要实行一个 就是 整个国家的一体化 就是国家一体化 因为我们将来要 面临的一个第五 第四次工业革命 和第五次工业革命 那么就需要一个 打破这种 那个小农经济 就是化地为牢 就是那个 那个条条框框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清楚 因为大陆在 解放初期啊 这个实行了公有化 生产队 集体所有制 那么台湾现在 没有这个过程 台湾这个土地私有化 所以说它呢 更则有其田 那么现在呢 就去土地改革 土地这个 正好这个国家统一的时候 就完成一个土地改革 产权登记 从于因为中华改了嘛 改造换代了嘛 就需要 需要有这么一个革命 这叫做 这叫做生产周期 就看来见的手 来完成一个 一个生产 生产资料的一个改造 生产资料改造呢 就是可以解放生产关系 解放 重新解放生产力 我们可以使这个 台湾呢 也能跟上第四次 工业革命 第四次革命 工业的浪潮 这就是我的一个 一个整个一个 七个要素 然后我写成文 然后把它写成论 法律论文 然后给提出来 但是我现在把它口头上 用语言来 给大家 简单的串一下 因为 我们为什么 40年没有 把这个台湾问题解决 从 从这个 2758节律 1971年 新中国 重返联合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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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8节律 就是 联合国大会 回顾联合国 宪章的原则 这是第一句话 联合国回顾 这句话是表示什么 表示回顾联合国宪章 中华民国 就是代表中国的 国号 国家形象 完整的国家领土 包括了 我跟你说 海上班 包括这个 这个 外蒙古 包括 国际叫做 乌兹国 后来就叫做 乌兹别克斯坦 这是因为 在二战当中 苏联占有了 中国的 这个 一些土地 这个因为 当时叫 社会主义 陣营也不好 中国也没有那个实力 把他给 拿回来 所以 在这个情况下 将来 我们把这个历史宣布 这个东西 土地 历史上是属于中国的 至于你这些人 愿意回来 或者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都欢迎 这个时候 我们只是宣布 这个主权 宣布这个仪式 但这一代 人解决不了 下一代可能会解决 逐渐的 你中国强大了以后 我们再逐步地解决 别人的土地 我们也不要 那么 那么就考虑到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合法权益 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 这就是对于恢复中华民国的国号 以及联合国组织内 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 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个时间呢 有一个什么原则呢 这个有一个原则 联合国最后应该意识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 这是共存的两个概念 不同的概念 这个考虑到中国代表权的问题 必须考虑到 这一个不同争辩的事实 而不应该要求联合国 在两者之间做出去 对此极比的选择 我们不能说否定的 就中华民国 才成立的中华民国 这个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代表 1945年在联合国签字的 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民国是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在毛泽东宣布的是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 1949年 这是这么一个宣布 一个是政府 也就是法人代表 一个是国家 Nation 一个是German 对吧 这是一个宪法归应的权责 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 而这个 谁在混淆这个两个概念呢 第一个 我们大陆的很多同胞 包括李毅 还有包括一些 在国台办的一些 台研所的一些专家 学者 包括什么乔莲之类 还有一些等等一些 夏米大学的台研所的李鹏院长 都没有搞清楚 所以包括我们政协的很大的多数的民主政党 都没有搞清楚这个关系 这个概念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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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丝一笔的逻辑概念 就合二为一 这个逻辑概念 没有搞清楚 所以临门一脚 还欠功夫 包括昨天的 这个 这个讲座 这个 这个 习近平能不能 这个 强调的 强调的 在一个中国的原则 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九二共识 是 国共两党 就一个中国的问题 达成了一个口头的协议 口头协议 它有一致的部分 就是讲清楚的是一个中国 但是 国民党坚持的是中华民国 就是中华民国 大陆坚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国 两个不矛盾 但是没有把它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呢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这个国号的这个 全部主权 这就清楚了 中国为什么避免去谈中华民国 就是因为它讲不清楚 从毛泽东 1949年成立的时候 叫建国大典 就没讲清楚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是另立一个新国家 而是成立一个新政府 这个New Government 不是一个New Nation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的延续 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学生 就是孙中山实业革命 还有这个民主革命 还有法治革命的一个延续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不清晰 模糊 在这个模糊当中呢 想要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不确定当中 找到确定 结果 叫民不正 就言不顺 言不顺 就事不成 事不成 就没办成 心不服 这个台湾就心不服 所以我大海在这里 就是 我是1974年 大年初一 也就是过年的时候 1974年 那时候我26岁 就给毛泽东写这一封信 我说中国现在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是台湾人 同时呢 解放台湾必须要有 这个足够的国民经济 这个经济实力作为保证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现在文化大革命 已经十年了 1974年已经将近十年了 那么经济呢 还存在着很 跟台湾相比 生产力还存在很大差距 只有先进的生产力 人家才能扶进 你如果现在 我们的过海的力量 军事力量 经济力量 都 不尽人意 有很大的差距 尽管我们有四大 强盗了四大民主 大民主 大字报 大变弹 文化大革命 开了一个民主运动的先河 但是解决台湾问题 不是靠民主 而是靠法治 不是靠军力 而是靠你 这个国际的 这个政治的影响力 就是说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软实力 和国家的法治的力量 还不如 就是还不计人意 还没有达到这个 社会的共识 就是 就是在国际的共识 还没有达到 1974年 虽然我们那时候 加入了联合国 但是我们的这个 联合国在习位上呢 我们的很多问题呢 还是对立法律 才是小学生 进入联合国之后 我们这个联合国的章程 联合国的制度的建立 安理会的权力 还有这个权力配置 我们还是一个 刚刚入门的小学生 因为原来我们没有掌握这个 当时呢 在那个解放初期 我们和联合国还打了一仗 这个时候我们就 对联合国 就是抱有一定的同见 对这个问题的组织 在概括 管它什么是联合国 不联合国 对吧 我们那个时候 还采取一个否定的 完全否定的一个态度 我们今天就是说 否定一切 就等于完全否定了 我们自己 你否定了 你完全否定了 中华民国 也就否定了 我们自己的一个 承前企后的什么 那个民主革命 民主共和 那么一个前奏 这些孙中山也好 严父也好 都是这个 我们都是他们的学生 所以说 这个问题上 必须现在 必须解决 不清 我是很清楚的 包括这个过程 谈判的过程 这个美国的这个 这个在这个联合国 这个卡特也好 还有周苏凯也好 在这个联合国当中的 这个书信往来 在这里都写得很清楚 怎么样的讨论着联合国 这个法律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以什么身份 进入代表的 中国这个席位 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 在 就是这对 条约上 就是没有废除 中华民国 这个联合国宪章 就没有废除 联合国宪章 23条 所以说 这叫 回顾联合国宪章原则 考虑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合法权利 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 就是中华民国 是中国的国号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的代表 是在联合国组织中的 组织中的 中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代表 这个话 有些话呢 当中给吞进去了 这叫潜台词 决定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切权利 承认他的政府 代表 为中国 在联合国 唯一 合法的 代表 就是在中国 在联合国的 那时候呢 那个时候 因为 蒋介石的代表 周初凯 他还打着 中华民国代表 这个旗号 他还当 就在当天 他还要想着 想要以 双重代表权的身份 来参加这个会议 这个时候 经过大会的讨论 26年年大讨论 否定了 蒋介石的代表 并且叫他 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 从联合国组织 及其所处一切机构中 非法占有的席位中 驱逐出去 驱逐呢 就是get out 就是从此你不再 有资格 就台湾省 中华民国 台湾省 不再有资格 带着一个主权国家 在联合国这个 主权国家的 会员 这个大家庭当中 你参加这个 这个活动 所以今天 在世界卫生组织也好 今天的 你这个 争取入联也好 美国在后面 那个鼓哨 那个联合国大使 去访问台湾也好 这都是违法违宪的 所以这个东西 概念没有讲清楚 中国关键是 中国的法人 中华人民共和政府 没有把这个概念讲清楚 没有把这个责任 讲明白 明明白白地告诉 14亿中国人民 和2300万台湾人民 所以他说 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 李登辉就见着这个 见着这个机会 钻了大陆的软肋 法律的软肋 就说中华民国在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 这是两个特殊的 国与国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两国论 但是两国论怎么样 它在揭穿这个单 没有 在理论上来讲 概念上来讲 没有讲清楚 因为回避了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是什么 People is The people is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人民的中华民国 那美国这个 美国的宣章 有三句话 这个国家 美利坚合同国建立的基础是什么 We are people 所以中国来讲 提出一个人民的中华民国 这个概念也是完全正确的 可以的 就是说这个叫做第二共和 第二共和就是 People is Republic of China 在这一点上 美国是清楚的 但是它故意给你挖个陷阱 然后我们今天来谈这个 再补充一下 我这个时间呢 有限 就凡是欲则利 不欲则废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呢 讲清楚 就是我要跟谁来谈 跟美国来谈 当然不是跟中华民国台湾省的省的 民选代表来谈 就像 为什么呢 我六四运动来讲 我赵紫阳跟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王丹 王丹和这个沃尔开西他们谈 这个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国家 不应该 所以我的国家主席 跟你去对话 就民选代表去对话 这是一个坑 因为民选代表 它是一个一个极端的 一个冲动的一个一个一个现象 那么在这种情况 你看这个 如果在美国这个 美国这个 1月6号这个事件当中 有没有明显代表出来 挑个头和那个 和议长 佩雷西 或者跟那个 那个副总统 佩斯 来进行对话 他不跟你对话 因为通过这个法律上来讲 不存在这个 这个 你这个民 这个民人分子 跟直接跟那个总统 或者副总统 来对话的一个 一个制度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设置 没有这个职能 虽然我可以跟你谈情 了解情况 但是你这种 就是说 这种谈话 这个要挟 这个是你可以用书面的形式 走法律程序 走法律程序来表达 而不是在这儿 让一红而上 这种一红而上呢 在无序的情况下 是谈不出任何结果来的 所以说这种呢 民主运动呢 这就是一个陷阱 这个 1月6号 这个民主 这个冲击国贵山呢 就是被设计出来的 被谁设计的 被一党佩雷斯 就民主党呢 佩雷斯 还有被共和党的 特朗普总统 他这边煽动 这边民众 在这里呢 民众是代罪的羔羊 是不明真相的羔羊 所以说呢 这里讲 民可使知之 不可使游知 这个中国的历史 就是说 民不可以以律史 而可以从乐成 这就是一个 我就讲了 今天就讲了一个 很经典的故事 叫做西门报治水 西门报治水 就是那个 就是巫婆 他要把每年 就要把一个 选一个美女 最漂亮的美女 跟那个地方官员 就勾结起来 把她扔到河里去 就给那个 河神去上工 所以这样子 就可以解决 解决那个 解决那个 水患的问题了 结果每年都如此 那天 然后就 那个西门报 就出了一个主意 他说 你哪天去 我带着人去 我带着人去 给你 我去看你和 河神怎么对话 这个说 这个 路婆呢 就像蔡英文一样 蔡英文就是煽动 这么给2300万 一个台湾人民 煽动了这么一个 讲了这么一个 中国 而台湾不是中国的这么一个 编了这么一个 弥天大谎 自欺欺人的 弥天大谎 又在编 这个 这个 台湾人呢 不是中国人 就是说 就等于说 我现在这个 让这个美女呢 送给 嫁给和河神呢 就可以使这个 水患就 就什么了 就平息了 然后 西门报就把 这个乌婆 你去告诉一下 告诉一下 那个 和河神 说这个姑娘 今年长得不漂亮 要明年再给你 另外再选一个 再给你 你看你 你怎么样 然后这个乌婆 就把乌婆 五花大盘 给扔到河里去了 这乌婆 当然什么也回来了 那些 那些信徒 那些就像民进党 这个苏贞昌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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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时中 一样的信徒 还在那 还在那 鼓掌 还在那 然后 然后西门报 就把他们 一个一个 给他 扔到河里去了 这个 其他的 其他的民进党 也好 其他人 就下着 土会 磕头磋脑脑 土会 灰头出脸 然后就跟着说 哎呀 我们承认了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是中国人 等等 然后 这个问题 后来 后来呢 这个就叫 苏导 西门报 就修了12条水渠 这个水就 把这个水 水害 就变成了水地 然后 这个地方 就 这个 风水 折田 就是 就是把这个水害 变成了水地 我们 我们今天 未来 要建设台湾的 也是这个问题 我们要把台独搞的 这个 这种 这种 台湾不是中国的 然后 把这个 整个台湾的 堡垒化 我们把它 将来给它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 进驻台湾 然后 共建 美好家园 不要说什么 地震的 就是天塌下来 也有这个14亿中国人民一起顶着 所以说 也就是 任何 就是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其他的国家 不能够插手 这个台湾的主权 这就是中国 你坦坦正正的 如果站起来的中国 你就要 要有 人民解放军 人民空军 人民海军 进驻台湾 那些 邓小平的说的话 要允许台湾驻军 这个就是一个错误 实践的检验 检验真理 这个唯一标准 所以台湾 千万不要再提一国两制 我对台湾提 否定一国两制 是1998年 给江泽民写信的时候 1995年 跟江泽民 打了一声招呼 因为江泽民 是我父亲的同事 东北集结局的同事 我父亲后来 有到一级部去 协助搞全国的质量管理 所以我父亲是建设 建设中国的一个工程 就新中国的 就像台湾的孙信泉一样 所有东北的国有企业的 我父亲是副科长 副科长相当于什么呢 因为科长一定是共产党 我父亲是国民党 这边起义过来的 所以就叫 能够使用 就在这个监督使用 因为在东北集结局 这个建国出去的表现 所以 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即使说 给我父亲打算了 特务 西南第一号特务 特贤 然后给蒋介石开车 开车 等等一系列的很大的罪名 我父亲没有死 我父亲活过来 知道 改革开放的时候 改革开放哪一天 然后就 将人民上来那一天 八九运动以后 我父亲 从西南的最大的一个国有企业的场况 然后 直接调到中央 一级部 去负责全国的安全生产和质量管理 所以后来我父亲 最后退休的时候 他自己厂长的名义 联系在西安 国家给买的房子 所以我们后来的善始善终 就是说 但是我父亲本来想写一本书 但是 她后来想了 这个事情成就别人 就自己就做一个 做一个那个 就不写了 那么我呢 就把这个历史给揭露出来了 我1974年 我在给 我在给毛泽东写信的时候 我的父亲还没有解放呢 1964年 到1970年 十年了 我父亲还在那 叫做 情形流职也好 清理阶级队伍也好 这是考察了 所以呢 还说不清楚呢 所以呢 我给毛泽东写信呢 就包括解放 是打倒这个血统论 不要 这个中国 不要说中国人 这个血统论 两岸一家亲就是血统论 中国人不打 中国人这也是血统论 这种概念不是一个 文物主义的观点 建设者都是 谁建设中国 建设者就是中国的主人 你包括外来的建设者 包括一些 加入了中国的集团 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这个 中华民国这个九千 这么一个土地的一个国家的主人 你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你拥护这个 这个共产党的领导 或者这个叫什么 就可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这个是 这个是可立 根本跟DNA没有关系嘛 跟那个血统论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时候文化大恶命 才讲血统论了 你看看现在蔡英文这个 就把这个蔡英文也好 民进党也好 陈思忠也好 就把这个中国人都当成是敌人 就是蛇屑一样的心肠 你还怎么能够称他 称他是自己的一家人 你还怎么能称他不打中国人 所以这个概念 是一个过去小农经济的一个产物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强调这个民族国家呀 这个民族国家 这是一个小农经济 农耕经济的思想概念 我们民族复兴 民族征兴 这个谈 提得过分了 你就遭人家忌妒 你看 欧洲也好 跟认为你这个国家 还能有从小农经济 封建社会解放出来 所以我希望习近平 把这个思想进行调整一下 中华民族的振兴 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振兴 是和全世界人民的 你后来改的 生命共同体 这个大家一起来建设 这个美好的家园 不要提 只提中华民族的振兴 中华民族的振兴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两个不是一回事 国家你是代表的中华 这个孙中山这个民族革命 这三民主义的民族革命 现在我给他修正一个 修正了 就叫做民和革命 叫民和主义 大家的一个大家庭 民族不是民族 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 民心主义 他这个民生主义 改成民生主义 我改成一个民心主义 民生呢就是民心 就是用这个创新 这个现在这个解放生产力嘛 就是四党金融 要创新 不断的创新 就工业 实现工业化 实现工业化以后呢 第一个信息化 然后呢 大家这个 这个整个国家一体化 然后呢 有一个呢 这个修正 建立这么一种法治的一个社会 所以民主法治的社会 然后这个时候才有了第四步 民力 第三步叫三民主义 叫民力主义 民力主义 就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 这个人权大于 那个法权 这个是不对的 人权必须是 人权也好 法权也好 你这个 这个 这个 人民要站立起来 不是靠你这个 那个 单独这个权力 你把这个权力看得过重 过于集中 必然会产生腐败 你为天地利心 为人民的 多少 工农出身的干部 最后走向腐败 走向自己的反面 就是因为他权力过于集中 他的权力得不到监督 不管是 执政党也好 不管是党主席也好 这个权力一旦失去监督 失去制约的力量 失去自我的约束的力量 无限的膨大 就变成了专制 就变成了腐败 就变成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阻碍人民的意志的发展 因为只有你 而没有人民的声音 这个就 历史是人民创造 所以叫人民要立起来 人民站立起来了 这个国家也就不强了 这就是民和主义 民心主义 民立主义 代替孙中山的民和主义 民主主义 民生主义 民权主义 也代替林肯的这个 民权民想 民有 那个是不同的历史 在不同的生产 生产关系 不同的生产力 代表了不同的 不同的一个社会的需要 社会需要 这个需要也是 社会需要也是五个层次的 不断发展的 在未来的一百年当中 我们就要走这个 完成一个是打破国家的农 就是农耕经济 或者承邦制 打破承邦制这种壁垒 实现国家的一体化 国家一体化以后的 国际大家庭的一个共和 走向共和 这个叫国联国 这么一个国 不是现在我们简单的联合国 现在联合国 很多地方都在闹分裂 我们到将来呢 就是要整合起来 把这个人民的 人类的利益整合起来 防止啊 其他一个 共同防止一些自然灾害啊 那个自然威胁啊 还有那个 外来物种的侵蚀 因为中国 新冠病毒就发现 人类啊 其实生存的基因是很脆弱的 一旦有新的物种 一个侵入 就会是像艾滋病啊 像人员繁殖 都会产生一些奇异的变化 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杂交啊 各种各样的物种来侵入中国 外星人呢 都会使一个国家 它使一个人类 遭到致命的一个伤害 所以呢 我们将来要有一个全世界都要有一个统一的 要有一个防止的办法 提出一个科学的方法 这是可能要第五次工业革命啊 机器人 因为未来的机器人 可能比我们现在的人脑更聪明 也会产生更大的副作用 也许到了一定程度 他们掌握了原子弹 或者这些智能人掌握了这些致命的武器 使我们人类呢 最后得到毁灭 或者是其他的外星人的物种啊 就来侵入了这个 这个人类这个社会 也会造成人类的这个生存条件的整个的破坏 包括像 那时候措手不及啊 就像新冠病毒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提出一个警告 我们今天呢 就要对人类 就必须对自己呢 有所了解 对自己的 对自己人类生存的环境 恶劣恶化和进化 都要有所了解 这个就要造我们科学的发展观 好了 我以后要做的事情还多 今天我把它说出来 一个是因为时间关系 因为今天到了1月30号了 1月2月3号就是春节 春节一过就马上就到了 一年之地 再一春就两会就召开了 两会之前 如果我这个报告还没有打上去 习近平还没有看到 两会这个栗战书也好 代表也好 没有看到 那么就可能今年这一年就耽误了 一年耽误了 一年之地再一春 而就把习近平这个 完成这个 把统台湾这个历史的责任给耽误了 所以 人呢是需要帮助的 成就习近平 就是成就我们大家 成就习近平 解放台湾 就是成就我 这一生的一个住院 所以呢 我有一个历史的责任 虽然我说了 我不要 没有拿过一分钱 但是我是1974年到 到今天 2021年 给中央提出建议 给中央提出修正 一些修正的意见 是中国最多的人 也是到了美国以后 也是从2007年 给美国白宫的领导人写信最多的中国人 也可能也包括美国人 因为我给他们写的这个 包括给布什写的建议 新美国人 新美国城市 新美国形象 一直到给特朗普写的 军经济懒人才建其功 以及提出来的民和主义 民心主义 民立主义 这些都是在美国的历史上 史无前例的 所以我相信 一个中国人 他能够在中国站起来 也能够在美国站起来 能够成就中国的国家主席 也能够成就美国的国家总统 和一国两制的民进党 民主党和共和党 我相信一定能够使中美人民 在未来的基础上 或者在大海这种精神的 未来的蓝图的基础上 团结起来 实现美中人民共和国联国 谢谢大家